市长陈其迈出席小港区重阳敬老活动 他再次宣导鼓励长辈施打第四、第五剂 新冠肺炎疫苗、公非流感疫苗也已开始施打 五个大家新冠肺炎疫苗要关心去做 48%我都会出更多的 因为这个我们的公共事团团团团 这会比较麻烦 有哪些会重症 比较厉害 那我们市府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里长来在这里 我们之前在整个座位时 里长都在传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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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拜登大家就是说 第四剂、第五剂 我们的新冠肺炎疫苗要快去做 第二呢 流感疫苗现在也在做 这两种可以藍造的煮很快 所以你就去我们的新疏 还是去我们市区 台中的社区接种站 这两种一次就去做 陈其迈指出市府和议会全力支持小港地区建设 除了小港林园捷运延伸线 最快今年底可动工 国道7号经过10年环平审核已通过 即将全面启动 市府到议会 我们都很关心小港地区的建设 所以包括小港港林的结论 已经 贏政与贏政 如果更快的 今年底 那如果更麻烦一屎一屎 明明前 我们的捷运小岛到你建造的方向 就开始打工 你好 第二 国道7号 这条就是 白头感到 这样来 早上 冷风大了 要去国道10号 老板的火车大大 就都早上去表情 这条 我们的环境影响平衆 这样五十年也已经过了 所以 我们 港府的火车 都召专用刀 另外一条的 破费专用刀 都做14页 最近要上网公告 如果更快 年底 如果更麻烦 不年底 这条也要打工 此外 小港医院第二医疗大楼已动工 判如期如植完工 提升小港区等 南高雄急重症医疗量能 守护小港 长辈相亲的健康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